8.5.5.8 等級 許多玩家詢問,範圍21的多段式盾川 具體上到底該怎麼操作 因此多製作一部有關於淨階盾川的回應片 供玩家做參考 首先來複習一下什麼是扭曲 就是踩盾跳在斜面上儲存下的結果 可以看到影片中的示範 平刻踩盾跳後 產生一個向後方的模組偏移現象 這個扭曲就是穿牆的關鍵 如果不希望消耗盾牌耐久度的話 可以在落地前切換盾牌來避免消耗 如影片所示 目前生鏽盾牌是蠻耐久、骰光的狀態 只要完成切換動作後 盾跳落地就可以避免消耗 可以看到生鏽盾牌還是閃光、蠻耐久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不消耗盾牌就能儲存扭曲來穿牆了 那真的有這麼順利嗎? 嘗試過的玩家應該很常碰到以下問題 就算儲存正確方向的扭曲也穿不了牆 然後有時候又莫名其妙地成功穿牆 這裡介紹一個不完美的setup 也就是說未必一定有用 但在某些情形又特別穩定的方法 也就是雙手劍向後迴避斬加即時盾跳 這麼做的原因是剛好讓林克後退到適當距離 讓扭曲盡量發生在接觸牆壁後的瞬間 來提升穿牆的成功率 這個setup在早期抬起鼠童或any很常見 先儲存同方向的扭曲 然後到右側迴避斬鈍跳 這就是早期磁鐵神廟的穿牆流程 再看個例子 現在有一個牆壁方向的大扭曲 結果直接穿沒辦法過去 嘗試用迴避斬setup來穿看看 然後很順利的成功了 再來看一下其他例子 稍微討論 一刀 再說明多段式盾跳之前 先來介紹一下平地扭曲儲存法 方法就是在方形炸彈上無上升盾跳 這樣就可以在平地上直接存取一個強力的扭曲 再來說明一下扭曲症和恢復症 首先這一症是扭曲症 在這個症上裝盾會摔倒 而這個有扭曲恢復到重力狀態前的這一症 就是可以再一次盾跳的frame 當快速選單抓到這個畫面後 按著ZL加A 放開14件的快速選單後就會在這個frame上盾跳 就是所謂的多段式盾跳穿牆 ESC 來示範一下可以看到現在一半盾跳無法穿牆 接著嘗試用快速選單抓扭曲的恢復症 然後在這個症上把盾裝回去按住ZL加A 放開14件後下一陣就會再次盾跳 就可以再穿到一半時多追加一次扭曲來穿牆 因為只有1frame 練習時可以多盾跳蟹盾幾次 觀察哪一個frame才是恢復症 習慣之後就可以知道要在哪一個frame上盾跳 再來看一個最常用的leave就是神廟的外門 基本上ESC第二次幾乎可以進去了 還有一個比較難的快速ESC 這就是用無上升盾跳來達成ESC 還有一個是直接跳撞牆後按ZL加A來ESC 甚至直接在空中按ZL加A來ESC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RSC 反覆盾跳穿牆 就是用很小的扭曲連續ESC來穿進柵欄 但難度比ESC高很多 僅供玩家參考 存取扭曲後不切頓頓跳降低扭曲強度 接著對柵欄連續ESC即可 再來介紹一下ISC即時頓跳穿牆 ISC的優點就是不用提前儲存扭曲 如影片所示 就是用炸彈同時完成觸發扭曲和穿牆的動作 因此稱為即時盾跳穿牆 這邊提供三種set ups給玩家參考 即時盾跳穿牆在炸彈上按X跳 並在空中卸盾來穿牆 再來看第二種ISC的set up 再來就是第三種set up 直接在遠離ISC 直接在遠離ISC 在遠離ISC上 玩家應該可以看出 共通點都是把盾牆裝回去時 產生的旋轉來穿牆 旋不旋轉 就跟你有沒有在炸彈的邊緣上 盾跳有關了 ISC經常用在災熱戰的突出 再來要介紹SPC 觸牆蟹盾穿牆 按法稍微困難一點 非正面的盾跳接觸牆面後 拉攻觸發子彈時間 您可以開始轉身蟹到盾牌 可以看到非正面盾跳的觸牆 靈克會開始旋轉 此時進入子彈時間 會產生類似扭曲的現象 把靈克甩進去 而蟹盾的SPC串牆會比較好成功 一般的應用方式就是 在高台上距離牆面一段距離 側向跳 調整方向 盾跳 子彈時間 蟹盾 建置吃電的撥牆當然也可以 再來稍微介紹一下 脈動扭曲、逆脈動扭曲 首先我們先存一下向下扭曲 翻案算式的炸彈彈射的setup 可以在平地儲存向下扭曲 接著我們消耗一次扭彈 然後轉90度原地盾跳 減少扭曲的強度 接著剩下的扭曲就會是脈動與逆脈動扭曲 這兩種脈動分別面向不同方向 看到靈克翻下去 鏡頭整個向上就是脈動扭曲 這是一個可以在低高度的情形下 按ZR就可以一直子彈時間的戰鬥技巧 而相反方向的逆脈動 是可以讓靈克瞬間重置位置到上方的技巧 翻跑就是在逆脈動發生時 按下R 重置位置 配合X 開閃或ZR射箭 就可以用來神妙速通過戰鬥 會聽到一瞬間拔到的聲音 然後瞬間移動到上方 除此之外 扭曲配合彩蹲跳還有其他乘錯 像是鏡頭上移 鏡頭上移時使用瞄準形西卡道具可以減緩下降 鏡頭上移時使用瞄準形西卡道具可以減緩下降 ISC SELAB也可以觸發鏡頭上移 體力的兩位 換天出發鏡頭上移動 竟然有瀕至山羊? 對他們最低的大群人 魔組位置異常的沉舵可以用來複製武器 原理就是靈克模組瞬間移動到遠處後又跑回來 身上的東西來不及讀取 觸發的武器增值法 尤其是脈動扭曲加受傷 很容易觸發模組異常 或是直接用自己的炸彈來觸發模組異之異常 原理其實和跳馬複製法一樣 但模組異常屬於政績 不是很穩定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自己試試 以上給玩家參考 Thank you for watching